血糖會影響我們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附帶的毛病 跟酸痛也有關 那酸痛又跟什麼有關 酸痛跟我們的肌肉組織有關 那個肌肉越減少容易酸痛 當肌肉一減少脂肪就會越多 因為有空間讓它長脂肪 深層脂肪的 所以要運動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 運動假如是一個為了減肥而運動的人 為了減肥要運動你一定會失望 因為運動不會讓我們瘦 運動絕對不會讓我們瘦 那運動的目的是什麼 運動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長肌肉跟肌肉結實 那我們在吃營養的時候 肌肉接收得到訊息 接收得到蛋白質的訊息 所以運動除非我們是一個要表演 要比賽的專業運動家 才需要很長的時間運動 一天當中我覺得動態 一個人的健康動態靜態一定要均衡 動態就是你會流汗了 流汗了 當然拉筋也會流汗 只是我說的動態就是 走路啊 游泳啊 跑步啊 或者是甩手啊 或者是腳的動手的動啊 全身可以抖動起來 這樣子的動態的運動 以健康來說啦 半個小時以內是最恰強 最恰巧的 但是要每天 持肢語恒就均衡 假如不是持肢語恒均衡 你是一天虎魚三天曬亡 都不一樣喔 就不一樣了 一定要持肢語恒 真的很忙的人也要10分鐘 那10分鐘一定要讓自己流汗 你知道癌症怎麼來的嗎 其實癌症的 如果因為很忙 然後醒來 早上起來就開始投入工作 一直到晚上睡覺 太陽下山 腦袋裡面還在投入工作 甚至過著有壓力的生活的話 很快淋巴就會腫起來 淋巴腫起來怎麼辦 比如說脖子淋巴 這如果有一些脂肪瘤 淋巴腫起來 其實那是一種序號 你沒有排汗的 你只要排汗 只要排汗 就有機會排毒 所以汗液跟尿液是不一樣的 流汗跟排尿是不一樣的 不要以為我流汗 我就不用排尿 那我尿很多 我沒有排汗沒關係 不一樣 所以冬天夏天都要排汗 那夏天的排汗 有分好幾種 夏天如果只站著 坐在椅子上都沒有動 然後那個汗 是從這裡一直流下來 有兩個因素 要去特別注意 是真的空氣這麼悶嗎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必須要開一點空調 一定要開一點空調 那如果你覺得 欸那空調還好啊 冰淇淋沒有覺得我那麼熱啊 可是我這裡 不自覺的一直流汗 那個汗是從頭這樣滴下來的 那個汗就不正常喔 那個叫流血 配合著流汗 那不是流汗 不要把它當流汗來看淡 不然的話 我們身體的腺體就失調了 甲狀腺 胰島腺 這兩個腺體就失調了 所以汗水在流出來的頭 我一定要先自己解釋一下 我是只有這裡流汗呢 還是背部 我整個身體都做做的 我背部有流汗 我的腋下有流汗 後面都流汗 都是濕的 那這裡流汗是正常 比如說在跑步機上啊 你一定會全身都是熱的 然後這裡會流汗是正常 如果只有靜靜的坐著 然後就只有這裡流汗 那是不正常 所以一定要知道 那這樣子怎麼辦 假如這個坐在椅子上 騎著不太熱 但是這裡一直流汗 要趕快制止一個地方 叫做大椎 大椎的調控系統 失常了 大椎趕快差一點 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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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金油 薄荷 健力霜當然是最好 為什麼我常常在講健力霜最好 那一天 這一班應該腳有差過了吧 腳差過了吧 你擦過健力霜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它可以 它不只 我們有分薄荷跟非薄荷嘛 薄荷的差在這裡呢 跟一個 是健力霜跟非健力霜 跟一般的精油差別在哪裡 差別它是荷爾蒙前頸 差別就在這裡 荷爾蒙前頸 你一個薄荷精油你擦在腳看看 你只會覺得涼涼的 一個健力霜你擦在腳看看 它不是涼涼的而已喔 它是讓你整個 瞬間新陳代謝馬上 入通了 入通了 該代謝出來的 它讓你輕盈 身體會輕盈 排土馬 所以它叫能量霜 差別在這裡 所以如果 汗一直流 然後這個地方擦個健力霜 你會感覺到 這裡的汗就停住了喔 然後你身體呢 開始就 找地方循環 自己會去循環 避免腺底的疾病 腺底是什麼 老師我請問你 像我的阿孫的 我兩三個都煮了 都會在這裡留肚子 只有這裡嗎 只有這裡 每天 它的題材勒 題材勒 沒有很胖 看到大漢 三歲 三歲而已喔 你不可以乎 孩子不不要緊 三歲的孩子 不用給他擔心 對 你感覺到他吃了 我告訴你 他腳踏三大距 哦 聽話嗎 有 腳踏三大距 所以他的腳踏是太滑滑 所以你 不用擔心 可是我在講的是 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我們已經退休了 或者已經在上班族 即將更年期 尤其女生更明顯 即將更年期的年紀 然後只要流汗 要特別注意 那個腺體正在想要排毒 沒有出口 它就會從這裡留下來 那這個 我們台語有叫流流汗 流汗汗 台語有叫流汗汗 流流汗 汗汗和流汗是什麼 它是同樣的形容詞 用的不一樣的它就是血液 我們的汗液的前身 在體內其實就是血液 在身體裡面還沒有用夠 還沒有循環夠就會擺出來 這樣的人一定是虛脫的 一點點虛脫 所以一定要自己要知道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 這一學期要談的就是 到底我們來想一下 什麼叫做保養 養生保養 什麼叫做保養 對我們的身體的對待 什麼叫做保養 前幾堂課 對我不斷地在談到 讓我們的胰島素不要過度使用 胰島素的過度使用 也就是你的血糖一直都不穩定 當我們的血糖一直都飆很高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胰島素過度勞累 所以把飲食做一些改變跟調控就可以了 不可以刻意讓自己說會吃到營養 所以運動完要吃什麼 運動完不是淋粉水而已 要喝蛋白質的東西 豆泥最好 現在毛豆泥有什麼搞出來 每天市場會在那邊毛豆泥 沙沙的 鹽一切的 讓你多好吃的 有很好吃嗎 有 好 然後我常做這個動作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說我愛吃東西 我是不是很愛吃東西 我很愛吃的 我愛吃東西 但是有一點可以見證 我沒有胖過但是我也沒受過 我沒有胖過但是也沒受過 認識我大概二三十年的人 二三十年喔 昨天那一班有一位同學認識我二十幾年 你問真的欸 老師我認識他二十幾年 真的 他認識我 我們認識二十幾年 我沒有胖過也沒有受過 為什麼 跟飲食絕對有關 跟觀念絕對有關 當我覺得我最近如果累的 跳不跳的行 我覺得這樣 人家早上起來 飛得跳不跳的行 當我覺得晚上睡得不好的時候 我知道我的肝筋要調理了 我的肝筋要調理了 晚上睡不好 跟肝臟有關 然後我這一學期不斷在談 宗教 宗教 我今天還是要在尋著宗教 宗教是什麼 肝膽 脾胃 我還是要尋著宗教 來徹底的談 保養身體的一個重要的概念 有幾個重點的概念 第一要不要興奮 興奮跟肝膽有關 所以我怎麼常常我上一學期的期末 我到這一學期的這個一開始 我說 按壓宗教之外 清肝力感也很重要的喔 清肝力感有一個好處 把我們的腺體 把我們的膽囊 把我們的膽汁 調控系統 撥出一條排骨之路 撥出來 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 當我們清膽的時候 我們在練習 我們有沒有飢餓的能力 練習自己 因為我們 如果你沒有來上這一堂課 這樣的課程 你可能覺得 搬到腰喔 一天都沒吃 然後都吃很乾 一整天都沒吃 會不會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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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顧著腰 然後甚至曾經 我如果還沒有 我這一學期可能講得跟上一學期有 上一學期有講的這一學期可能 可能沒講 然後上一學期沒講的可能這一學期有講 好幾期大概我就想到一個重點 所以 有很多人親過了 但是你沒有準備好 比如說你所謂的沒有準備好 就說 我不知道會在腰 我不知道吃那個會在腰 我不知道吃那個會餓到一口 知道我意思嗎 吃進甘露 你是不是每兩個半小時 你要喝一瓶 指定的 蘋果 真的還原果汁 或者是油 或者檸檬 有沒有 這個當中 你沒有習慣餓肚子的人 你照三分都這樣 照氣感的人 對你來說 會有一些挑戰 或者是你血糖本來就不穩定的人 很快餓的人 血糖不穩定的人很快餓的人 然後就會覺得發動了 然後還要餓多久 好難熬喔 然後 聞到隔壁的那個炒菜的香味 那我是怎樣買 我是怎樣 今天不可以吃 我現在今天 晚上怎麼不快餓了 明天的孩子怎麼不快餓 快餓 我明天要吃什麼 我吃什麼 我吃什麼 一定想要吃什麼 一定想要吃什麼 對嗎 對 你看喔 這就是 你看喔 有人說賣 有些人說賣 大部分的人都說賣 少部分的人都賣 為什麼呢 這差別就在於 你有飢餓的能力了 你的身體的細胞不窮 你的身體細胞不窮 不窮 你身體細胞等自己知道 你有足夠的能量 可以讓你飢餓 飢餓是什麼 飢餓的能力其實就是你的 你的荷爾蒙夠 荷爾蒙夠 如果你身體荷爾蒙不夠 你沒有飢餓的能力 那怎麼辦呢 要訓練 但是要訓練 就是不說我訓練 不是啊 老師會想訓練 他怎麼訓練 餓了就血糖 降低就暈倒了 怎麼訓練啊 一個概念 你平時營養一定要夠 你不用吃得很硬很飽 還是營養要夠 什麼營養 蛋白質要夠 還有什麼營養 身體需要的 我們肌肉的 我們肌肉所需要的營養 什麼叫養生 把肌肉養好 不是雞肉 不要想要吃雞肉 425來吃雞肉 把肌肉養好 425 425 425 農產的雞肉是很結實的 很健康 很健康 肌肉 養生是什麼 要有一個概念 養生就是養肌肉 肌肉裡面呢 當肌肉足夠了 它絕對會保護你的骨頭 而且保護你血管 你的血管呢 暢通你就不會痠痛 你就不會痠痛 經常痠痛的人 就不對了喔 有幾個因素 經常痠痛的人 你的肌肉太少了 第二個 經常痠痛的人 你的肝血不足 肝血不足 肝臟是造血器官 也是長血的器官 所以肝臟當晚上你沒有早睡 經常熬夜 然後呢 那個肝臟的 全身的血液 無法在那個時間點 肝臟跟膽臟的時間點 回流到肝臟腫一燙的話 那兩個小時喔 沒有回流肝臟腫一燙的話 膽臟就縮短了 膽臟一縮短喔 就落枕了 就閃腰了 就閃腰了 落枕跟閃腰 就是乾血不緊 全身痠痛 就是肌肉太少了 同一個問題喔 所以要讓肌肉變多 有一個因素 要適度的運動 我剛剛有講到 講一部分 適度的運動 你不是要當個運動家 你不用說兩兩斤都在跑路 不用 但是要持肢以恆 一天最少15到20分鐘 再怎麼沒時間都要10分鐘 今天真的沒時間好 那我10分鐘 但是明天有多一點時間 那我30分鐘 但是每天都要有 那最好如果每天都入持肢以恆 20分到30分 我覺得這個是很健康的 然後覺得那這樣就夠了嗎 這樣運動就夠了嗎 這是動態的 另外還有靜態的 靜態是什麼 拉筋喔 拉筋不輸你動態喔 拉筋很重要 當一個很會跳舞的人 當一個運動選手 他的筋很硬的話 也一樣容易搞成這樣 文明病 他的筋他的腿喔 等一下我今天會檢查你們的小腿 每一個人的小腿你自己要摸摸 如果你的小腿 用力的時候 要很硬才對 當你的小腿放鬆的時候 不可以硬喔 你如果小腿放鬆的時候 你還很硬喔 就代表呢 你已經是危險族群了 什麼危險族群呢 你的血壓會不穩定 再來呢 你是一個不好睡的人 再來呢 再來就告訴大家 男中間 女中間 你是一個血量不足的人 女生是個血量不足的人 男生是個精髓不足的人 所以 到了七十歲 你有性生活了 性生活不代表 一定要有性生活 性生活代表一個人的 體力的生命力 生命的基本體力啊 所以夫妻之間 兩個都還很健康 要有正常的 互動的性生活 並不是說 七十歲了還要嗎 不是 那是體力 那代表你的體力 所以 女生 假如你的小腿硬硬的 我不會當場 跟人家很多人講 我大概知道你有沒有性生活 然後 男生小腿硬硬硬的 你沒有能力了 女生 你不想要了 然後呢 老公找你 你會覺得好討厭喔 好討厭喔 這個時候呢 婚姻就會怎麼樣 有時候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 看來都不相信 怎麼會這樣 齁 吃到六十歲了 才在離婚 齁 因為老公還有需求 齁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不能避諱的主題 齁 所以 當你的小腿很硬的時候 你的乾血不足 再來 你需要拉筋 拉了邊拉筋 邊擦肩綠霜 你晚上好睡 你只要晚上好睡 你的乾筋就柔軟 你的膽筋就會多一寸 每多一寸 筋啊每多一寸 健康多十年 所以跑步是一回事 游泳是一回事 要拉筋 要拉筋 代表你的體力 你的體力好的話 不一定要拿來 就是性生活的夫妻之間 你拿來用到很多旅遊啊 齁 然後 這個 社交啊 上課啊 各位來這裡上課要不要體力 你自己要走過來嘛 你要搭車嘛 你要走路嘛 你要騎車嘛 你要有好的精神 對不對 齁 我們都不是住那麼近嘛 又不是像那個誰啊 小玲就住在樓下 齁 小玲就住在門口樓下 欸對面那一家就她家 齁 但是呢 要走過來 我們不是啊 我們很多都從桃園 各個地方來的 對不對 我們要體力 精神不好 你自然不會來上課了 所以會來上課了 基本上都還有基本精神 對嗎 齁 好 所以呢 肌肉少 乾血不足度 所以當我們這個 身體的保養 我要談到的是中交 今天多談一些跟肝臟有關的 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的六十三頁 跟多談 來連結我們這幾堂課在講的 宗教 遺島處 遺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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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葬遺島處 課本六十三頁 五行相生 五行相克 五行相對論 自然保健的學論 五行陰陽 末梢 經絡對保健的影響 陰陽平衡的影響是什麼呢 以人體部分來說 上腹為陽 下腹為陰 體表為陽 體內為陰 以身體的疾病通常都是陰陽失調而引起的 如果陽太重容易火氣大 睡眠不好 脾氣不好 如果陰太重就容易感冒 手腳冰冷免疫力差 你看喔 這個差在哪裡啊 陽太重 脾氣不好 睡眠不好 為什麼 無法寧定 無法寧定 陽太重嘛 陰陽陰陽嘛 所以基本上男生 冬天男生的手腳會燙 男生也有冬天手冰冰的喔 這樣子呢 就在咬他身體裡有很大的狀況 好 男生屬陽 女生屬陰 好 女生呢 基本上 本來就比較冷 所以為什麼 女生屬陰 好 冬天的時候呢 襪子 保暖 只要做好 才會熱起來 好 但男生的身體 本來就滑 他的火就比較不好 然後呢 如果陰太重 就容易感冒了 他覺得最近怎麼一直 就是好像有感冒的感覺 就是陰太重了 就是自己的免疫力開始在下降 相對平衡的影響 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 前面痛一後面 左邊痛要先一右邊 所有的器官都有末梢神經 末梢神經的保健就是最好的器官保健 器官保健 以西醫來說 肝不好 那就找肝臟的問題做解決 擋不好 找膽的問題做解決 以經路來說 肝臟的關係 那我找肝經 肝經在哪裡 延續在末梢 每一個器官 我們的器官在這裡面而已 這裡面才有器官 然後延伸出去 所以我們的手一對 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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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肺肌 心抱肌 心肌 外側 屬羊 叫做大腸肌 三膠肌 小腸肌 一隻手 就六條肌肉 左邊有的 右邊就有 這樣叫一對 腳呢 皮 皮肝肾 肝肌 肝肌 肾肌 肾肌 在內側 外側呢 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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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肌 肌肌 這叫外側 這叫內側 所以呢這樣就一對 這樣就六條肌肉 總共十二條 總共十二條 肝肌肌 肝肌 肝肌 肌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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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肌肌 肌肌肌肌 为什么摸这个地方有一块啊 为什么会痛啊 就是什么时候阻塞到现在 所以保养就是在保养 当然我们保养末梢就是在保养内脏的 西医跟中医跟筋肉的不一样 差别在哪里西医 肝脏有问题他直接找肝脏 吃药打针都是针对肝脏的消炎的 再不行就是开刀 开完刀就逢了 这是西医 中医呢肝脏有问题先提升胆的功能 为什么肝脏是一对啊 肝脏有问题提升胆的功能 让胆的功能来造就 来帮助肝脏强化 强壮起来 所以不一样 中医的做法 你看心脏有问题先找小肠 让小肠的功能提升起来 自己来帮助里面的老婆 叫心脏 小肠跟心脏是不是一对 我们看65页就知道了 小肠跟心脏是一对啊 对不对 心跟小肠是一对啊 他是夫妻啊 肝脏是一对啊 是夫妻啊 阴与阳啊 阴阳相对啊 对不对 我今天在讲的这一页就在讲阴阳相对啊 那心脏他不会讲这个 他不会讲这个阴阳相对 虛就是肝就是肝 肝就是肝 心中就是心中 跟小腸又有什麼關係 心中跟小腸又在這裡 對不對 心中跟小腸 你覺得心中在這裡 小腸在這裡這麼暈啊 心中就問對找心中啊 小腸的問對找小腸啊 可是中醫不是啦 中醫是說 心臟的血液 我知道 中醫是說 心臟的血液要靠小腸的吸收 小腸如果沒有負責吸收血液跟營養給心臟 心臟就沒有啦 所以耳鳴呢 以中醫來說你耳鳴 耳鳴跟什麼有關 跟小腸有關 耳鳴跟什麼有關 跟腎臟有關 我這個定起來好嗎 你們哪有 今天哪一個 OK 才不要被他干擾 然後經絡呢 經絡比較偏向皇帝內經的理論 就是 你知道你半斤半拖垂 知道你的心臟開得比較不夠 然後呢 我來拍打你的心臟的末梢跟小腸的穴位 刺激你的小腸穴位 強化你的小腸功能 然後把你心臟阻塞的末梢打通 然後你就 穿去的大腿啊 呼吸如果 順暢 就沒有阻塞的問題了 就處理掉那個路徑的問題 所以經絡在彈的是路徑 路徑 好 我們再來往下看一下 對 我上個禮拜講到說 皮啊 皮 以西醫來說 皮跟疑是不同的 以中醫來說 皮跟疑是同樣的 他們是連帶關係 連在一起的 疑就附帶在皮後面 以中醫來說 疑啊 疑仗是附帶在皮的後面 因為他是他的腺底 他們是一個器官 十大器官 皮喔 皮是十大器官之一 疑仗不是 疑仗是腺底 疑仗一定要有疑仗 幫助他消化液 所以疑仗有兩個消化液 還有印象嗎 很重要的這一選情 我不斷在強調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很 生活在正確 應該說輕鬆的生活 然後健康的飲食 然後快活 快樂的每一天 身體要輕盈 不要讓我們身體呢 有血糖的問題 有高血壓的問題 有文明病的問題 所以我這一學期 一直在談宗教 宗教 所以當我們知道我們的胰臟 胰臟有兩個荷爾蒙 兩個消化液 一個叫深糖素 一個叫胰島素 我們大部分的人聽到的是 胰島素 很瘋的對不對 不知道胰島素是什麼 胰島素就是 當你在吃東西的次序 如果你吃東西的次序 你激怒了胰島素 它就會不斷地讓糖分增加 你激怒了胰島素 糖分一直增加 你就會莫名其妙 肚子一直大起來 一年大一公斤 十年 你可想而知 十公斤是多少 十公斤 你去豬肉店看看 豬肉多重 十公斤 你就可以想像這大習慣 老師我年輕的時候 很瘋的 都吃到胰島素 我不知道怎麼 莫名其妙 突然間墊起來 十公斤 那是一年一公斤 因為血糖的關係 別激怒我們的血糖 當我們激怒了胰島素 我們的血糖 就會一直長麻煩 然後我們的細胞又收不到營養 收不到訊號 細胞收不到訊號 肌肉收不到訊號 然後蛋白質都被流出去 然後就變成高血壓了 血糖不穩定 後面的問題就是血壓高 然後所以呢 我今天要談的是中膠 胰臟跟脾臟我們搞清楚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如何讓肝臟 幫助我們在循環代謝跟造血的功能上 讓我們很好睡覺 好的睡眠 身體輕盈 代謝的出去 筋骨不要僵硬 我們再往下看 相對平衡的影響 剛剛念過 所有的器官都有過燒神經 再來第三點 相生平衡的影響 剛才講相對 現在講相生 相生平衡的影響 五行當中相生為 木火土金水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也就是肝心皮肺腎 那肝生心 心生皮 皮生肺 肺生肾 肺生肾 肾生肝 這樣循環的 六十五頁就有了對不對 六十五頁那個輪胎有沒有 那個圓圈就是這樣循環的 這樣叫相生 那六十五頁也有相克 如果只有相生沒有相克 這個輪胎沒有辦法在路上跑 有利嗎 一定要有支架 互相相克的支架支撐 這個輪胎如果沒有個 里圈沒有支撐 這個輪胎會歪掉 所以來看一下 肝腸血可以滋養心臟 心血旺 皮土自然開 皮肚消化跟運輸功能 運化輸送營養滋養肺腸 肺部肺活量大 可以幫助腎水足夠 腎腸筋可以滋養肝目 所以腎氣不足 肝目見衰 來五臟肌能相關性就是 互為相生 則健康 看一下肝腸血 也就是牧生火 肝腸血就是牧生火 我再把它重新畫在這裡 讓大家更清楚 來目的是牧你的水 來目火土金水 來目就是肝藍 好肝腸血 看一下六十六頁天地人的人 是不是乾藏血 然後我就是心跟小藏 有沒有66頁天地人的人 古葬有沒有寫一個 乾旁邊很小的字 藏血 土是脾胃 對大腸 腎糖光 來看一下 乾生心 有沒有 心生皮 皮生肺 肺生腎 然後腎在生乾 就這樣循環的 有沒有一個圓圈 腎在生肝 膽生小腸 小腸生胃 胃生大腸 大腸生膀胱 有趣的是 我每次畫到這個圖 我都會在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有趣的是 看一下 這裡叫五臟 這裡叫六伏 五臟乾心皮肺腎 六伏膽小腸胃大腸膀 這裡叫做五臟六伏 十大器官 然後五臟屬陰 然後五臟屬陰 六伏屬陽 對不對 好 再來整理 屬陽呢 都是空心的 屬陰呢 都是實心的 十八的 想像一下 來 我帶著大家一起想像一下 肝臟想像一下 你看 你想像你所從圖片看過的肝臟 或是在肉店看的肝 或是雞肝 動物的肝 是不是十八的 不是空心的喔 心中心裡十八的 所以如果要讓心臟麻繩器官很扎實的肌肉 很扎實的肌肉 你一定要每天持之以恆 一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以內的動態的運動 動態的運動完之後 喝一杯豆漿無糖的 絕對不可以含糖喔 一口都不行有含糖 只要你有喝到含糖的 你身體的肌肉裡面 所償秘的儲存的 就會是脂肪 不要讓你的心臟有脂肪 不要讓你的肝臟有脂肪 你絕對不能喝到含糖的任何飲料 也就是 我這樣講 對一些手搖引真的是 了解我意思嗎 我下一句就不要講了 不可以喝到含糖的 你喝一杯無糖的濃濃的豆漿 或吃一小撮的毛豆 或者黑豆 或者納豆都好 就是不可以喝到甜的東西 這樣子呢 你的心臟呢 你的心肌會很扎實 然後你的扎實 扎實有分等級嘛 這一學期我前幾堂課 我不斷的意思說 扎實有分等級嘛 你身體有生酮的能量 你要懂得去轉化運用 轉化我們身體的酮體 轉化身體的酮體很重要 現在其實坊間很多人在吃生酮飲食 很多人吃生酮飲食 我們不反對 但是也不一定要跟著這樣子做 為什麼呢 以政府規定的這些營養 六大的這些均衡的營養 生酮飲食是不吃米飯 不吃水果 不喝牛奶 所以要看體質 看體質 我們暫且不要說對或不對 個人體質 因人而異 但是如果我們以均衡的吃法 我們又要讓我們的心臟的心機很有力 讓你的身體的那個細胞 能源很乾淨 能源很乾淨 那你就要顧及到 除了運動以外 簡單的運動以外 拉筋以外 運動要流汗 然後吃的東西呢 蛋白質先吃 吃的最後碳水化物 跟著末班車溜進來就好 最後末班車溜進來就好 當你中餐如果這樣吃 你不會那麼快餓 因為那個消化是非常的慢 這種順序消化很慢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 你不容易讓血糖飆上來 血糖不飆上來 脂肪不會增加 只會代謝脂肪 舊有的脂肪慢慢的漸漸的代謝 但是不會再增加新的 再來呢 你晚上不餓的話就不吃 不餓不吃 餓了才吃 餓了還不一定要吃 這當中要檢視喔 檢視你到底是真的餓 還是過度的生理時鐘在告訴你 我好像吃飯時間到了 吃飯時間到了 你肚子在叫的時候 你檢視一下是我餓了 我營養需要了 還是生理時鐘 如果只是生理時鐘的習性 還沒有再轉變 你可以克制一下 所謂克制也不要說都不吃 你就是喝一顆檸檬 空腹的時候喝一顆檸檬汁 除非你是胃肺癢的人 否則就是胃酸逆流都可以 你就喝一顆檸檬汁 讓你的身體呢趕快轉化 減性體質 然後慢慢的你會覺得 怎麼才喝一口檸檬原作 就不餓了 原因是什麼 你身體呢 礦物質 微量元素 柔質都夠了 你不會餓了 不會餓之後呢 你明天再一次試試看 真的還真的可以不吃耶 不吃如果晚上睡覺之前 那是晚餐嘛對不對 平時有吃便沒吃 晚上睡覺以前就覺得 還是餓呢 肚子就開始ギ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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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叫呢 腸鳴啊 腸一直在叫呢 這個時候呢 沒關係 你就 不要一直翻來覆去 老師說不要吃 一直翻來覆去 老師說不要吃 一直翻來又覆去 老師說不要吃 我到底要跟自己的肚子打仗 還是跟老師那個話打仗啊 不需要 為了要讓你好的睡眠 你吃幾顆堅果 就吃幾顆堅果 老師 啊我吃堅果可以嗎 會不會太油啊 你放心你要吃好油 對你的心肌很有幫助 你的心臟需要好油 尤其女生 你身體在新陳代謝 你正在轉化更年期 你需要有好的油分 你的子宮才會漂亮 才會健康 女生還有在月經裡才會順利 才會排暖啊 各方面你需要好油 你的膽固醇 才會有儲存能量 儲存好的膽固醇的原料 製造荷爾蒙 那吃幾顆 不要這麼多啦 大概你 十顆以內你覺得飽就好了 五顆也可以啊 只要是堅果 油 那吃油 那我可以吃肉嗎 與其要吃油吃肉啊 我都覺得肉的消化 晚上睡覺 你還讓你的肝臟這麼疲勞 就免吧 晚上睡前不要吃肉 一樣是蛋白質 可是肉的消化很慢 它對你的消化系統 其實是有疲勞的 堅果是最好 那我不吃堅果那麼油 我吃豆漿可以嗎 可以 我吃香蕉可以嗎 不行 晚上睡前我不可以吃一根香蕉喔 那個網路說吃香蕉好睡眠欸 不行 為什麼 它糖分會升高 並不是香蕉的糖分會升高 是香蕉的碳水化合物會升高 香蕉屬澱粉喔 那你隔天 早上起來 放一下 你覺得老師講還好嗎 有沒有胖 五天後你放看看 你今天晚上睡前吃香蕉 你要五天後 放趁才準喔 你不要明天放喔 明天放不準 五天後才形成脂肪 那不要做這種事 現在的人喔 以前的人說 農業時代說 胖是好去對不對 喔你這樣 喔你這樣 喔你這肚更好想耶 對不對 現在不是喔 現在說 欸你好像 健肥喔 啊對嘛 很高興對不對 胖不是好啦 就是讓我們正確的 正確的飲食 好 然後我現在再回來講這個喔 所以身頭就是讓大家呢 身體的能量要懂得去應用 乾淨的能量 你的心肌會很 心肌會很有力啦 你就不會說心臟沒有啦 心肌沒有力的 還是可以從你的地方看出來 除了從臉色 你的臉色如果經常都暗暗的 臉色好 臉色好 很暗 你的心肌無力 啊再來 老師我幫人家拍到 我才拍 喔手好痠喔 拍個十下 喔手好痠喔 再拍五下 喔手好痠喔 如果你拍打 拿一個引紗條這樣拍 拍個二十分鐘 你就覺得很痠的話 你心肌無力了 心肌無力了 然後呢 在刮痧的時候 欸好痠喔 刮痧欸好痠喔 怎麼手那麼痠啊 心肌無力 好再來我們回來 來看這個 所以空心的跟實心 五臟屬於空 實心的 實心的是什麼 實心就是生命的本能 它是生命的本質 實心是生命的本質屬陰馬 空心是什麼 空心你看喔 膽子空心 小腸空心 胃也空心 大腸膛 都空心了對不對 它叫功能性 空心是功能性喔 本質是什麼 叫做氣質性喔 氣質 本質就是氣質性喔 什麼是氣質性 沒有五臟活不了 沒有六腑 沒有六腑 勉強活著 沒有五臟就沒有生命啊 沒有五臟生命不在啊 沒有六腑還勉強活著 只是活著生命的品質不好 就插在這裡 再引導大家去想像一件事 好 宇宙 為什麼宇宙 想像中宇宙好像很大 浩瀚宇宙跟我們有關係嗎 為什麼老師常講 人是一個地球縮小百 也可以說是宇宙縮小百 啊 人就是這樣這麼小而已啊 喔 有的說比較小 比較小 就八百就沒什麼功能 有沒有 台語在台灣人說 那八百就沒什麼功能 身體代表 跟宇宙是對應 宇宙發生的事情 身體都會發生 地球發生的事情 身體都會發生 宇宙跟地球 又是什麼關係 地球已經夠大了 來講宇宙 地球對我們來講已經夠大了 不要講宇宙 宇宙真的我們難想像 到底有多大 地球 地球有多大 我們啊 我們的血管 一個大人的血管 微血管 大小血管 把它接在一起 繞地球兩圈 哪有可能啊 八百都沒什麼功能 黃大哥八百都沒什麼功能 我知道 血管有那麼多 那麼長嗎 大小血管是這樣 繞地球兩圈九萬公里 那是什麼原因啊 對應的 我們很渺小 我們有時候說 有什麼好價格呢 我們這麼渺小 我們渺小到什麼程度啊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地球的北半球對不對 北半球的亞洲 靠近赤道的亞洲 亞洲的台灣 台灣的北部 北部的桃園 桃園的龜山 龜山的山頂國小 山頂國小裡面的215教室的一個 小小的位置而已 夠渺小吧 這個時候你們覺得很渺小對不對 可是如果 當我們跟我們身體的60兆細胞 再相比的時候 我們大量很多啊 每一個人身上有60兆細胞 我們卻是每一個細胞的代表 所以各位 有感覺我們是同一個人嗎 我們是同一個身體的人 對吧 我只能 我只能不 不顧忌你的想法 我整會不愛你 你整會不顧我的立場 我們是同體耶 只是我們被分裂出來 各有各的學習經驗 生活人生 都是要各自出題目自己去打 這是叫人生嘛 對不對 所以 當我們在看這個 氣質性跟功能性 我要回來我們主題 功能性 如果我們的 以家庭來說 剛剛講到家庭 男生屬於功能性 對嗎 想這個 今天在座有男生跟女生 男生就是功能性 女生就是氣質性 男生 男生 放一個精子 女生就要懷孕十個月 有 你看 氣質性 女生 你的肚子就是氣質性 男生 放一個精子 你就要在肚子 來孕育十個月 你才能把孩子洗出來 這樣對嗎 氣質性 男生是功能性 所以男生 精子放完之後 他放到誰 他也不記得了 我跟你講 有過分嗎 比較直接這樣而已 比較直接 沒有過分 對吧 所以說 男生是功能性 女生是氣質性 所以男屬羊 女屬嬰 所以孩子生出來之後 比較聰明的孩子 是媽媽的關係 你的孩子 如果很聰明 不是爸爸的功能 如果生出來的孩子 都生女生 不是媽媽不對 是爸爸生不出女生的 應該都聽過吧 然後這個孩子也很聰明 是媽媽的染色體 我們人體有23對染色體 媽媽的染色體 會讓這個孩子生出來 很聰明 爸爸更聰明 孩子 他的聰明不會傳給孩子 爸爸的聰明不會傳給孩子 媽媽的聰明才會傳給孩子 這是醫學已經告訴我們 台大醫學已經證實了這樣的文獻 23對染色體 一個孩子的聰不聰明 決定在女生 所以女生有重要嗎 女生是什麼 女生是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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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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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兩袖清風 賺更多也兩袖清風 意思是 你講什麼 當然不能一概和論 我們只能說禮遇 禮遇 這樣給我們傳承 就是說 就沒帶母 兩袖清風 意思是 就沒主人 所以賺更多 都別人就爆開 因為他裡面沒有主人 這個男生裡面沒有主人 他主人是什麼 主人就是家裡的女人 家裡的女人是掌握一切喔 掌握一切喔 所以有這句話說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女生是脖子 男生是頭啊 一家之主是女生的對不對 真正的主婦是女生的喔 女生的 是脖子 女生的是頭 脖子如果叫頭說 頂下來的時候 頭不得不頂 脖子如果叫頭 我也是 頭不得不歪 因為 頭一直在聽脖子的聲音 這樣誰知道 主人 誰才是真正的主人啊 這樣當然主人是脖子喔 一家的掌握者 所以 女生是靈魂啦 來看一下 從我們的五戰六 我們可以談到地球 可以談到宇宙耶 可以談到生命 老婆的喔 屬一 它是掌控所有的 掌握所有的外在的行為 一個家庭如果要幸福 女生很重要的喔 老婆要讓家庭幸福 這個家就會很甜蜜 老婆要讓這個家軟超超 這個家就是整天軟超超 同不同意 所以女生很重要 女生的成長比男生更重要 女生的修煉要比男生更重要 男生過探情就好啊 他不一定要懂人類 女生不能不懂人類 女生如果不懂人類 這個世界就亂了 所以呢 為什麼叫保平事記 就是女人掌握的事記 要知道這個道理 這個空心的就是男生 一無心法 宇宙一無心法 他就是每個人都照過而已 每個人照過而已 這個道理 算了算了 換一個就有了 因為覺得換一個就有了 可是女生為什麼談感情 我對你付出這樣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我 女生會放下感情 男生就不一定喔 不是一概而論啦 我們只能說這個傳承就告訴我們 功能性屬陽 氣質性屬陰 好 我們再來想一件事 兩個擔心家庭 一個是沒有爸爸的 一個是沒有媽媽的 哪有一個家庭的孩子比較可憐 沒有媽媽 是嗎 沒有媽媽的家庭的孩子一定比較可憐 為什麼 沒有主人嘛 爸爸可以做什麼 可以就 你回來了 一百塊下去 先去外面還要吃什麼 吃了回來 我回來了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我要出來用手 回來了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錢給她了 她很會吃 不知道 她去買什麼 買魚丸湯 還是買巧克力 還是吃晚餐 不知道 沒時間管了 媽媽不是喔 媽媽沒那一百塊 可以給她 就說 等一下媽媽弄一個給你吃 不然炒飯好了啦 不然吃什麼 你想吃什麼 好啦 那我們煮個水餃啦 不用一百塊 但是她是陪伴 是嗎 因為那是生命的系統嘛 她是陪伴 這樣有感覺說 人體跟宇宙有對應嗎 我今天講這個一部分 還有更多我們的對應 當我們越知道每一天 每一分鐘的那個對應 你活著 你就是坐著 坐在床邊 坐在辦公桌上 辦公桌椅邊 在洗澡 你在走路 你都會感動 你都會感動 為什麼你還在這裡呼吸啊 因為還有任務啦 還有未走完之路啊 還有未經驗之事件啊 所以勇敢的迎接跟面對 是不是 今生今世 但願我們就是 來過就好 不要再來啊 來過就好 我們來過就好 好不好 來過就好 不要擔心 不要一直想要在哪 不是自己決定的 我就沒想要來啊 你不要勉強我嘛 你可不可以決定 來過就好 來過就好了 不要再做同樣的功課 這一次就給他做完 所謂的做完是什麼 這一次是我最後一次 我就是要把功課做完 做什麼 做別人做不到的 做人類覺得不可能的 也就是你要全然的原諒 看懂所有的問題跟事件 看懂然後原諒 原諒你最不能原諒的 原諒你心最痛的那個敵人 原諒包容寬容寬恕擁抱 全部融入 從你的生命裡面去融入 融入以後 還有功課要做嗎 等到你沒有功課的不用來了 來過就好 在你最痛的時候告訴自己 我來過了 我現在沒做完 我還在恨誰 我還在討厭誰 他實在對不起我 我實在不願意讓 當這樣的時候 你這一次沒做完 還要再來做 而且那個題目 老師給的題目會更難 你的教授給你的題目會更難 何必嘛 這一次就給他做過 好嗎 這回就要做 徹底 好啦跟大家 這只是彼此的一個分享跟機率 我希望真的 在我的生命有限的生命連線裡面 我們真的可以懂 我們身體的甘心脾肺腎 我們真的可以懂 我們的健康來時 我們怎麼來怎麼去 好那時間的關係 我跟大家複習一下後面 請大家跟我看一下 63頁最後一點 陰陽相生相克的原理 相生 我這裡有寫一個 新同學一定要跟我一起改 相生 我有寫一個制約 然後相克 我有寫一個承接 請協助我 把它畫一個S 反過來 這樣畫一個S 制約跟承接 調換一下 藏與藏之間相互是承接喔 相互是承接喔 彼此是制約喔 制約 彼此是制約喔 好 那五行平衡陰陽師 那五行平衡陰陽師 齁 跟大家來唸一下打油師 非常可愛的齁 同學們 來來打油師 太久沒有打油師了 五行平衡陰陽師 我來一句 你們一句 太極四陰也四陽 七屬陽也四陸陰 血中還有分陰陽 紅血陽也四陰陰 五臟四陰六鼓陽 五屬陽也四陰 五屬陽也七屬一 身體上下看陰陽 左右有別的陰陽 任督二脈吃陰陽 任管陰陽不管陽 前屬陰陽後屬陽 看上必須看前面 看不當然看前面 好 剛剛我唸錯看背面 對不對 好 下一句 因為陰陽是相對 血中氣小人進床 好比氣球飛不上 血中血足人見狂 走路輕盈如翅膀 血足之人不打陰 有血無氣人必亡 慈禮佛人眾自貝 氣消體肌成負擔 若你鼠陽心鼓心 哎呀 念到哪裡 氣智血一意見禮 陽是光能因氣質 夫妻力道四比一 夫妻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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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鼠陽夜鼻鼻鼻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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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日黑夜邊倒邊 茶禮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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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想要跟大家分析 分享 但是呢 總是時間不會夠用的 對不對 人生的時間不會夠用的 我們大家都在搶時間 對嗎 我們都在搶時間 我們後面還有多少時間 誰都不知道 只能說抓住現在 珍惜 珍惜現在跟未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教大家的